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在昨天 本地的網界發生了一場風波 歌星王耀明在Facebook上分享了一篇文章 引來了很多網民對他表示失望 實情他所分享的那篇文章 是由著名的左翼評論人歐加倫所撰寫的 這篇文章的標題叫做戰狼的成宴 內容充滿著對於特朗普的負面描述 而王耀明在他的分享當中沒有表達個人意見 但是截錄了這篇文章最精華的部分 究竟這篇文章是寫什麼 在講下去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王耀明在Facebook上截錄了其中三段 我只是講一段 大家就會明白 為什麼網民的情緒會這麼強烈 歐加倫下過一段就是這樣寫的 他說看清楚美國國會的蘇聯 那個是一個掌握實權的大國總統 即是說特朗普總統 因為一個公平選舉後不肯認輸 俄稱選舉舞弊 窮盡一切法律途徑 仍無法改變 誰煽動群眾 操向國會議事堂 用暴力阻撓民主程序 企圖推翻選民的選擇 只是這一句 就已經足以解釋 為什麼那麼多網民對於王耀明 表示失望 因為這一段正正是王耀明自己引用出來的 這一段究竟有什麼問題 他說特朗普總統是一個掌握實權的大國總統 沒錯他是掌握實權的 到目前為止 國防部都說 仍然是三軍的總司令 只不過 在實權以外 其實還有很多無形的權力 尤其是歐加倫 自己 都是傳媒出身 他沒有理由不知道 傳媒已經是一個叫做第四權的角色 就說傳媒霸權 歐加倫在整篇文章當中完全隻字不提 在大選之前和大選之後 差不多有九成半的主流媒體 都是向民主黨和拜登陣營傾斜 包括在大選之前 如何集體唱衰特朗普 以及如何集體掩蓋 對拜登陣營不利的消息 最後只有紐約郵報 有膽登亨特那些醜聞 主流媒體完全當作沒事發生 除此之外 很多左媒在大選之前 不斷公佈 所謂的民意調查 宣稱拜登在搖擺州 支持度領先特朗普 去到雙位數字 是在說百分之十二 甚至乎是百分之十五 結果 現在按照你所謂公平選舉的結果出來 沒有一個州 拜登領先的幅度 是可以去到雙位數字 在搖擺州 完全是責幅上落 你根本上就是這些民意調查 全部都是留的 歐加倫有沒有說過半句話 是沒有的 第二個問題 就是科技霸權 在大選之前 紐約郵報刊登了亨特那些醜聞 但是 社交平台竟然可以把這些新聞 屏蔽了 是不讓他在網絡上傳閱 甚至乎要壓縮這些內容的觸及率 你的目的是什麼 就很清楚 到了大選之後 逢特朗普說哪些內容 往往在他那條貼文的下方 就會有一些標籤 他說的東西是流的 他說的東西是有爭議性的 他說的東西是不準確的 一時又將他的言論屏蔽 一時就將總統的權限 暫時停權 去到現在就不用說了 就是要針對性地 蓋盪 滅聲 歐加倫有沒有幫特朗普總統說過半句公道說話 是沒有的 一味就是站在民主黨陣營那邊去看這件事 所以有很多事情就看不到 除了傳媒霸權和科技霸權之外 到了1月6日之後 民主黨人用文革式的方法來進行政治清算 政治迫害 又是隻字不提 參議員霍利 George Hawley 他本身要出一本書 因為他在國會聯席會議上 行使了他作為參議員的一個合法權利 就是挑戰選舉人團投票結果 竟然間就招致出版社要腰斬這個計劃 不單止是這樣 他老婆和子女的地址和學校 就被人放了上網的資料 你為甚麼呢 是不是要恐嚇他呢 還有 本身有一些大機構大企業 是向霍利進行政治捐獻的 現在紛紛就說要山水喉了 這些是不是政治清算 是不是政治迫害 有兩位牽頭說要搞這個 挑戰選舉人團投票結果的眾議員 Mo Brooks和郭麥特 他們 竟然間就要面臨民主黨 提出的譴責動議 這些是不是政治清算 都還沒計 有民主黨人竟然間就說要大頭搞起一個運動 凡是誰是曾經支持過特朗普 或者投票給特朗普的普通民眾 如果他是這個 高層職位 管理階層職位 就說要拔他下來做基層職位 要將他進行勞動改造 這些你有沒有說 是沒有說的 這些是不是公平 這些絕對是不公平 都不要說那些違規行為之 然後他就說 這個選舉 是公平選舉 但是特朗普就不認輸 我稱選舉舞弊 這件事根本上也不需要再爭辯了 過去兩個月以來 就算現在你走下去問 牛頭角順嫂 他也知道答案 只不過這件事是你有偏見 你就說看不到 那你就說看不到 我也免得爭辯 他說窮盡一切法律途徑 仍然無法改變 你說窮盡一切法律途徑 這個所謂的法律途徑根本上就是腐敗了 在地方法院的層次 根本上那些法官就不敢觸及這個議題 但是上到聯邦最高法院的層次 那些大法官都說不需要開庭來審議 就將那些案件駁回 不是說有關於選舉違規的那些案件 而是德州打違憲的那件案件 本應就是聯邦最高法院的權限來處理 但是這個首席大法官John Roberts都說沒有需要 簡直是不審 那份駁回書還要是簡單一句話一頁子就搞定 除了說有兩名大法官有不同意見就寫下去之外 這些是不是公平 過去兩個多月以來 麻煩你張開眼睛看清楚那些客觀事實 當然他們沒有理由不知道 只是立場先入為主 他們對於特朗普有偏見 所以就得出這樣的結論 是不是 黃耀明還走去分享這些文章 有些人還在說黃耀明只不過是他不清楚這些事實 如果他真的不清楚的話 就應該不要分享這些文章 他分享得出來根本就是 認同歐加倫的說法 實際這群左翼人士從頭到尾都是看特朗普不順眼 這些不是吹水的 是有跡可尋的 說起來 歐加倫就說 特朗普是煽動群眾 操向國會議事堂 這些根本上也是 你有沒有證據 特朗普有沒有在鏡頭面前 指揮民眾 叫你衝 有沒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現在你什麼都冤枉他 他有叫人衝嗎 他叫人回家 他叫民眾要冷靜 不要做出這樣的行為 只不過 他這條短片放在Facebook和Twitter上 就已經很快被刪除了 這條片是存在的 我也看過 是客觀存在的 是當晚 一出現這些衝擊行為的時候 他馬上就放了這條片上網 勸大家要回家 回家 你有沒有看到這些東西 為什麼你不提 你還說他煽動 如果他是煽動民眾衝進國會議事堂 就不是今天這個情況那麼簡單 那天肯定已經是稀巴難 怎麼會像現在這樣 還可以繼續開會 你說是特朗普煽動 特朗普叫民眾回家 麻煩你先搞清楚客觀事實 歐加倫 哎真是 為什麼我說這班人是有跡可尋 黃耀明的老友何韻詩 在19年8月中的時候 就出過一條這樣的Facebook帖文 他就爺語特朗普 他說右轉態 只能夠說 他是一個不擇手段的生意佬 而剛好他們的拉句 就對我們多少有利 That's it 向他本人求救 不了 毫無道德的人 隨時賣了我們都不知道什麼事 這段說話就是用來遞特朗普的 當時已經引來很多網民的口誅不伐 好 後來在9月中的時候 有一群友仔去了Twitter的總部 獲得Twitter的副總裁接見 有什麼人呢 何韻詩 不用說了 接著有誰呢 黃之鋒 吳卓軒 羅冠聰 和梁繼平 你看到這群人的組合 全部都是向民主黨靠攏 尤其是這個吳卓軒 不知所謂 號稱打什麼國際線 你不要口口聲聲說代表香港人 是不是 你只是代表你自己 告訴你 整天就去抹黑特朗普 唱衰特朗普 無所不用其極 在今年6月的時候 這個吳卓軒接受BBC的訪問 他就說 特朗普的角色 就不是很重要 部分香港支持特朗普的示威者 就是屬於極右派的人士 你說這些話 你豈不是說香港現在 極右派的人士佔了很多數 吳卓軒說這些話 當然了 後來他又有道歉 又成的 黃之鋒又幫他說好話 說又幫他道歉 你這些人道歉都沒有用 根本上就是屢勸不改 是不是 現在又走出來 顧太復盟 又鬧特朗普說他是搞白人至上主義 跟著陶傑幫特朗普說半句公道說話 你又鬧了陶傑是搞白人至上主義 就是你敖卓軒 你搞什麼國際線 我都不明白 你搞什麼 你幫你自己 這幫人是不是 口口聲聲說 幫香港人發聲 為無聲者發聲 為無權者充權 你做過什麼 不用你幫 你幫到什麼 只是發聲 你都不發了 只是幫你自己發聲 請問你代表著多少個聲音 你代表著 為無聲者發聲 為無聲者發聲 這個角色 連德國肥婆麥克爾 他都說了半句公道說話 他都插這個Twitter 說他這樣做是有問題 這些很容易說 沒有人說 是不是因為你們曾經 被Twitter副總裁接見 和Twitter保留著一個良好的關係 於是不敢插他 或者不想插他 或者根本上就是跟這些科技巨企同流合污 你根本上就是向民主黨靠攏 不用說 民主黨 科技霸權 媒體霸權 你哪有發聲 更加不要說在過去兩個月以來發生的選舉亂象 他們全部都說是看不到的 不用說話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刷亮眼睛 看清楚這些人的面目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